5月8日,中国东盟矿物珠宝展在南宁开展 这也是作为2014年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重要活动之一 吸引了来自区内外以及东盟国家的矿物珠宝商前来参展 同时前来参展的珠宝玉石均是A货标准以及晶体珍珠等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,主办方正在各个展位检查珠宝玉石的品质 在已经被检查的20多家参展商中 发现4家出现B货、C货玉石均被立即没收 对出现假货、B货、C货珠宝的参展摊位 第一次给予严重警告,第二次再发现就取消其参展资格 2014中国东盟矿物珠宝展于8日至12日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市民不仅可以在展会上观赏到高品质的翡翠、和田玉、红蓝宝石、500个克拉钻石 还有价值超千万的鼎盛千秋碧玉宝顶 价值360万美元的中国皇后玲梦矿晶体 宝塔形的世界级最大红方解单晶体 摄影像很高兴的空气